解决 量谈纵横 本月的主题是 一带一路与西方世界 本周的主题是不是马歇尔计划 胜似马歇尔计划 自从2013年 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 分别提出了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之后 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的倡议 得到了越来越多沿路沿线国家的响应 那么现在正在全世界超过60个国家推进 那么这样一个重大的工程 它当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但是这个关注的程度 它也是逐渐加温的 如果说在一带一路提出的早期 那么西方舆论还不是很关注 或者偶尔有所报道 但是近年来 特别是去年2018年 有关在西方的媒体上 有关一带一路的这个报道和评论 特别是负面的这个评论 逐渐的增多 那么一些西方的高级官员 例如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就公开在演说中抨击一带一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从整体来看西方世界对一带一路是抱有强烈的质疑的态度 那么也有一些是有严厉的批评 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在当今世界上像中国能够提出像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 涉及到这个巨大的这个产能 涉及到这个巨额的这个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性倡议 也只有中国能够提出来 而且也只有中国提出之后 能够迅速的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展开实施 那么所以它必然会引起西方世界的一种 从关注到质疑 到现在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这个反对 或者是在某种某些方面可以说是采取了一种这个对应的 甚至是一种这个对抗的这个措施 对于西方人来说 他们能够想起的这个类似的这个事情 最接近的就是马歇尔计划 也就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美国向西欧提出的一个一揽子的援助的这个方案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美国在二次战后呢 它的这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突然出现了这个过剩 因为美国虽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它国土并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美国的这个资金产能都出现了这个过剩 急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市场 或者寻找一个新的出口 而当时呢西欧 这个其实不是整个不仅是西欧了 整个欧洲都需要从这个战火中 要有一个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么但是对于西欧来说 因为西欧在文化传统 在政治制度价值观面方面 都跟美国是相当一致的 那么所以呢美国提出了一个马歇尔计划 这个马歇尔计划呢就以美元 美元的这个援助 那么再加上美国的这个产能的这个援助 包括美国的机器设备产品等等 那么主要是援助的 像法国和德国这些 就是后来构成了西欧共同市场的 也就是西欧原来经济最发达的这些国家 而且这个马歇尔计划呢 迅速的也就见效了 但是呢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 它不是马歇尔计划 但是它胜于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只是对西欧的几个国家 实施的一种援助 而且也确实是成功的 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它的范围遍及了全世界 它不是对发达国家的一种复兴的这个援助 而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甚至也包括一部分发达国家的一种 既包括这个基础设施 也包括这个经济发展的 一种全面的互惠的 这样的一种援助的项目 那么从这点上看的话 这个如果一定要把马歇尔计划 跟一带一路联系起来的话 那么可以说一带一路 它不是马歇尔计划 但是它胜于马歇尔计划